现代人几乎一击在手 万事不愁 要是手机没电 那就麻烦了 因此有不少人会随身携带充电器材备用 为了避免手机充电时发生爆炸 消费者在选购充电宝时 都会特别小心谨慎 我看到Facebook很可怕 但那是因为我选择很高兴趣的产品 我没关系价格 但安全问题是很重要的 我可能会上网看下大家对这个的一个评价 然后再做一下选择 可以问一下朋友看有没有人用过这样的牌子之类的东西 受访的专家认为 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安全性是一样的 重点在于安全措施要做好 以充电器为例 购买熟悉的品牌和经过认证的商品相对有保障 少一点去买那种就是没有听过的名字 然后尽量去一些比较有信誉的商店买充电器 然后通常你看到那种如果太便宜的 就是店铺里面买不要在那种夜市啊 档口啊那些买 因为那些比较多盗版的 就是看这个代理商 如果是代理商是比较有名的 就那么安全了 就是安全了 目前市面上的充电宝主要是由凝胶聚合物 锂电池跟锂聚合物电池所打造 其中凝胶聚合物是采用了凝胶科技 而锂电池主要是跟手机相似的电池 而锂聚合物电池则是使用干电池 那在凝胶聚合物是在耐用度上最高 可以使用上1000次 而锂电池跟锂聚合物电池则使用500次 专家也表示 凝胶聚合物也是三者当中安全性最高的 虽然凝胶是高安全产品 但目前使用的大部分是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 所以无论是在选购或是使用时 都应加倍留意使用安全守则 尤其充电宝用久后就会漏电 通常电力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变成很快就没电 这时候就该淘汰有关商品 陈家富大胆推测 充电宝频频发生爆炸 主要是两个问题造成的 第一 市面上大多采用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 生产充电宝 容易收缩膨胀 导致变形引发爆炸风险 另外一点就是电压问题 品牌商品是维持在5瓦特 但山寨版会跳电 Powerbank normal的cycle 正常的cycle是可以充电500次 就是说就算你用了一半 你再充就是已经算一次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你用完了后再充 就大概是500次 所以如果你一天充一次的话 就大概是接近两年吧 但是如果你一天充两三次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年都不到 所以就是说那个保护期一年 其实它只是一个guide light 他指出 使用品牌商品的好处是 当产品过热或充满电力后 会自动断电 反观山寨版 却要避免充电一整晚 因为有可能会过热爆炸 外型没有损坏的充电宝 其实也有潜负危机 因为通常刚充完电 商品内部会随着时间产生化学效应 所以不可掉以轻心 说到底 一分钱一分货 向信誉好的商家购买 才是首选 很多体积小又号称充电量大的充电宝 一般都是滑而不实 所以业者奉劝消费者千万不要上当 这些跑步变很小型嘛 小型大概是五千到十千 可能它做到二十千三十千 那些可能是假 眼看有越来越多意外个案 政府在去年发出通知 预计从明年一月开始 所有在国内贩售的充电宝 都需要取得大马工业研究 及规格局发出的规格认证 到时候 在数据上造假的充电宝将会被淘汰 安全性会比较好 八度空间张一会吉隆坡报道